七夕夜 男友要和我分手 理由竟是他妈妈说我穷苦命 客夫 我有些萌 我一个锦里 怎么客夫了 要是分手 你家拆迁得来的三套房 两辆车 一百万存款 就都没了 男友勃然大怒 祝小芒 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那个 我只是好心提醒 算了 等他穷的沦落到捡垃圾就知道了 一 祝小芒 我要和你分手 江城突然说分手的时候 我是有些萌的 六个月前 他出了一场车祸 断了腿 在我细心照顾下 他才恢复 按道理感情该突飞猛进才对 怎么突然就要分手了呢 我不懂 在我的追问下 江城这才说理由 我妈说你客夫 那场车祸 就是你客的 我更猛了 我一锦里 多少富豪权贵都求着我带来好运 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客夫的 江城 那是你命中的生死节 要不是我带来的好运 你就当场身亡了 江城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祝小芒 你别胡说八道 我妈请了大师看的 就是你这扫把星骇的 你妈真可怜 你要好好照顾她 我同情道 什么 江城愣了一下 智商低 所以才被骗子骗了钱啊 江城脸黑得跟锅底似的 你还诋毁我妈 这手分定了 江城这么坚持 那就分吧 不过 看在一年的感情上 我还是好心提醒 你要是和我分手 你的三套房 两辆车 一百万存款就没了 和我在一起后 江城家拆了签 那都是靠我锦里运的来的 分手后 这运气自然就没了 结果 江城不识好歹 怒气冲冲道 祝小芒 你怎么这么恶毒 分手还诅咒我 再见 不 再也不见 说完就跑了 仿佛我什么温神似的 啊 江城跑了后 江城妈又来了 江城妈一直不喜欢我 第一次见他妈的时候 他妈就问我 什么学历 我是组里最聪明的仔 五岁就完成了人类高等教育 但是组长发的毕业证 连不了人类的网 江城妈就说我学历低 配不上江城985的学历 这孩子也真是的 分手了 东西怎么能不收拾呢 虽然沾染了晦气 大师说了 洗一下就行了 江城妈看着我 亦有所指道 我不以为然 洗了也没用啊 又会沾染上江城的晦气 江城妈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 我家江城985毕业 现在还是个小职员 就是被你这扫把心害的 过不了多久 我们江城就能当上大领导了 挺会做梦的 江城大领导早就看他不顺眼 没我锦里运 不出几天就会被开除 可惜 忠言逆耳 江城妈听不得我的实话 拉着两袋行李跑了 阿姨 我看你印堂发黑 你走路的时候看着点 我话还没说完 江城妈脚下一踩空 就摔下了楼梯 哎呀 说慢了 三 分手后 我直接换了一套房 从小二房换到了大平层 至于为什么之前住小二房呢 还是组里的姐姐 说跟仙上人挤在小二房里 特别温馨 但是对比后 我还是觉得大平层舒服 有个大浴缸 整条里都能泡里面 我泡着浴缸玩手机 突然刷到一条朋友圈 往后余生都是你 江城发的 还附了和一女生的合照 那一女生 看着好像黑锦里一族的 黑锦里一族 和我们锦里一族相反 我们给人带来好运 黑锦里吸人气运 我想确认一下 再点开 就发现那条朋友圈不见了 我突然有些好奇 如果真是那黑锦里 涂江城这玩意什么 涂他会气 四 我没太在意 扔了手机 继续泡澡 我在浴缸里泡了两天 收拾了一下 决定出门 去进行另一项伟大事业 买 都说买东西能带来愉悦 本里亲身验证 这是真的 刚出门 就撞上一团漆黑 这漆黑不是皮肤黑 而是这人身上 萦绕着黑光 这黑光就代表了没运 我眯着眼睛 看了好一会儿 才看清黑光里包裹着的人 居然是个大帅哥 接近一米九的身高 大长腿 宽肩窄腰 极品身材 那张脸也是俊美到了极点 一身西装 透着禁欲 不过 更关键的是 这帅哥都没运缠身成这样了 完全是喝水都能枪死 走路都能摔死的程度 居然还能活着 五 我刚这么想 那帅哥一个平地摔 朝着我摔来 组长时常教育我们 要助人为乐 这么好看的脸 要是摔成猪头就可惜了 于是我伸出手 连忙搂住了他的腰 尽管这样 帅哥还是扭了脚 他眉头一皱 靠着墙站定 然后推了我一把 别碰我 他冷冰冰道 有喝 这是过河拆桥 我非碰他了 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臂 不肯放 帅哥嘴角抽了抽 我没运缠身 你碰我会倒霉 原来如此 不算没良心 那可不一定 我仅里运 我碰你 你会好运 帅哥似乎翻了的白眼 明显不信我的话 我的目光一扫 很快注意到 这人还活着的原因 除了命运外 他的脖子上挂着红绳玉佩 只是玉佩光芒暗淡 很快就要失效了 我看了他的脸一眼 罢了 出于助人为乐的目的 我决定帮他一把 我从口袋里 掏出一枚灵片 递给他 这沾染了我的好运 能保住你的命 男人面露嫌弃 什么怪东西 丑死了 嘴巴这么说 还是把灵片乖乖收好了 转身一拳一拐地走了 六 我开着豪车 来到本市最大的商场 进了某名包的专卖店 一进去 居然遇到熟人 江城妈和一个女孩 那女孩便是江城发的 照片里的那个 我扫了一眼 年纪太小 不懂隐藏气息 一看就是个小黑锦里 江城妈看到我 脸一下就黑下去 助小忙 你来做什么 我来买包啊 我有些莫名 你一个农村出来的 怎么可能买得起 这么贵的包 之前 江城妈问我老家在哪 我说在红里村 江城妈就给我打上来自农村 没学历等标签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该去路边的石原店 江城妈继续阴阳怪气嘲讽我 她话音刚落 店员就热情地朝我迎了上来 助小姐 你上次要的全球限量款包包 已经到货了 气 江城妈今的眼睛都大了 显然没想到 她眼里的农村人 居然能买得起限量款的包包 我拿了包 豪气刷卡 再看江城妈还愣在哪 我好奇问道 对了 你们不买包 赖在人家店里做什么 江城妈最好面子 立即道 谁 谁说我们不买包了 珊珊 喜欢哪个 随便挑 我看这两个挺适合的 我很热心地 选了两个包递给小黑 江城妈看着包的价格 脸色顿时有些变了 这加起来才十万啊 阿姨甚至觉得这件面礼 给未来媳妇太廉价了 我说着又把两个塞给小黑 三十万 这才差不多能看吗 小黑身以为然 点了点头 江城妈的心肯定在滴血 她这人爱装大款 实际上可小气了 送我的东西 都是拼洗洗淘的 江城妈勉强挤出一个笑 珊珊 这几个不太好看 我看就买这个黑色的吧 趁你 我目光一扫 则 那黑色的最便宜 只要三万 小黑眨着单纯的大眼睛 但是阿姨 这四个我都喜欢啊 那一刻 我感觉江城妈想吐血了 我又贴心地替江城妈 叫来店员结账 三十万很快 从她的银行卡划去 我成功看到 江城妈的脸色 涨成猪肝色 江城家之前一穷二百的 拆迁后才富裕起来 她拿了一百多万的拆迁赔偿款 买了车后 家里存款差不多就一百万 这三十万对存款 只有一百万的江城妈而言 无疑是一笔巨款 估计 她怎么也没想到 想装的大款 把小半存款都装出去了 我好心提醒 阿姨 你要是觉得贵 可以退货的 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她好面子 有了我这句话 就绝对不会退货 我满意离去 刚到家 就接到一个电话 老大 有山大生意 接不接 要买包 要住豪宅 都要花钱 我来钱方式很简单 就是帮人转运 在业界也小有名声 是不少富豪口中的大师 爸 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的助理阿伦 帮我接生意 说说 怎么回事 肖家你知道吧 本事的首富 那位神秘的太子爷 想找个帮他转运的人 不过有个条件 就是要见你本人 这是要是成了 对方答应给八位数筹金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银行卡余额 不接 老大 八位数啊 一千万啊 银行卡里还剩八位数 太多花不玩 我说完 不理会助理的娃娃叫 挂了电话 我最近就想轻松度个假 就 第二天 我去了本事有名的玉石店 这家玉石店也有赌石 锦李一族喜欢玉石 更喜欢刚开出的 没沾染人气的玉石 所以想看看 有没有好的毛料 能不能逃出好东西 冤家路窄的 居然又遇到了江城妈 带着小黑 珊珊 那位大师说 你是福星转世 等一下呀 你就帮阿姨看看 哪块毛料好 定是江城妈 他昨天在小黑身上 花了三十万 所以 今天就带着他来赌石 想赚回来 江城妈说着 目光撇过来 看到了我 脸色一下变了 祝小忙 你来干嘛 赌石啊 你的扫把星 赌什么石 别有两个钱 就嘚瑟 把积蓄全赔光了 江城妈阴阳怪气道 我差点笑了 我一紧礼 赌石还能赔 倒是他带着小黑来 是怕自己钱多烧得慌 两位客人来得正好 我们店里刚来了一批好毛料 快来看看 老板打断了我们的话 金马标价 珊珊 快 选两块 小黑很快就选中了两块 价格最贵的 珊珊真厉害 一看就能开出好东西 江城妈夸赞道 又看向我 祝小忙 你这选的是什么呀 江城妈看到我选了两块 无人问津的毛料 更高兴了 不舍得就别玩赌石吗 这毛料的价格才几百 能开出什么来 差不多开个玻璃种吧 我保守说 江城妈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似的 玻璃种 祝小忙 你做梦吧 我家珊珊选的 店里的师傅 先开小黑选的那块 开出来是下等的豆种 还有裂口 一文不值 江城妈脸上的笑意凝固了 怎么可能 那位大师说 珊珊是福星啊 运气很好 江城妈看向老板 不依不聊道 你们店是骗人的 这些毛料都是假的 全都是普通的石头吧 很快 我的毛料也开出来了 江城妈顿时哑口无言 因为 我居然开出了两块玻璃种 晶莹通透 价值几十万 怎么可能 你明明就是个扫把星 他似乎想不明白 他眼里扫把星的我 居然开出了好东西 而他认为 运气好的小黑 居然开出了烈等翡翠 我没兴趣 看他表演某些恶俗行为 拿着开出的翡翠走了 刚走出翡翠行 差点被一道黑光亮瞎 十一 我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看清了黑光中的脸 果然 能黑成这样的 只有上次见的帅哥 他明明站在人行道上 一辆车突然朝着他冲了过来 短短一瞬 他就被卷入了车轮底下 旁边的路人都吓傻了 尖叫声此起彼伏 我连忙走过去 男人的腿被车压着 但是表情很淡定 显然 对这种事习以为常 我伸出手 将车稍微抬起一些 他那被压着的脚 也被解救了出来 我转身想走 却发现一脚被拽住了 想挣钱吗 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 十二 半个小时后 我出现在一家顶级私人医院 我对钱没兴趣 但是 就在刚刚那帅哥抬起头 漆黑的眼眸看着我的时候 我心漏跳一拍 然后就跟着他来医院 车上 他告诉我 那一天 他收了我的鳞片 顺利回了家 没摔倒 也没被车撞 吃饭的时候 也没有哽到 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寻常事 对他而言都不可思议 他说这些的时候 靠在车椅子上 冷着一张俊脸 我却觉得莫名心疼他 顶级病房里 我看着帅哥的脸发呆 帅哥叫肖池远 好像是一家公司总裁 我正在神游间 一个青年风风火火的 冲进了病房 表哥 你没事吧 我听说你出了车祸 十三 很快 我就知道这青年的身份 郭小云 肖池远的表弟兼助理 他之所以能胜任这个职务 似乎是因为命令 郭小云杂杂呼呼的 跟我那助理有的一拼 表哥 我联系了那位朱大师的助理 但是 那位大师一直很忙 会不会是唐荣已经联系了那位 所以故意推脱 之前的赵大师就是 本来好好的 被唐荣拉拢了去 唐荣这件人 百一副迷得五迷三道 什么都听他的 他是想弄死你 到时候肖家都是他的了 郭小云的嘴跟机关枪似的 一顿扫射 肖池远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没关系 我已经找到大师了 表哥 你哪找的大师 马路上 马路上怎么可能有大师 表哥 你不是被骗了吧 可 这 当着我的面说我是骗子 就有点过分了 我开口 我就是那个大师 郭小云猛地看向我 他看到我后 似乎更不相信我是什么大师了 他眼神奇怪地看着我 下一秒 突然放声大笑 十四 表哥 怎么信了这小妮子就是大师了呢 这小妮子要是大师 那我就是大师的祖宗了 表哥 你是不是被美色迷惑了 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失智的一天 哈哈 郭小云这个二驱 对着我和肖池远一顿嘲讽 我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我姓柱 姓柱怎么了 了不起啊 我还姓郭呢 我应该就是你口中的柱大师 郭小云像是喉咙被掐住一般 脸色几个变化 好一会儿 他才找回声音 怎么证明 那位祝大师从不露面 我表哥花一千万请他出山 他都不理 仍是不信 你联系的是谁 郭小云当即给联系人打了电话过去 开了免提 郭小云对着那头的人 顿时变了一种语气 做小福低 说话小心翼翼的 那边人很不耐烦 明显就是我助理的声音 阿伦 我出声 那不耐烦的声音 顿时变得激动高兴起来 老大 你怎么和肖家的助理在一起 你答应接肖家的那单声音了 十五 挂了电话 郭小云裂开了 他看向我 扭捏道 祝大师 对不住啊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不过 你肯出山 我表哥肯定能转运 郭小云这人自来熟 顿时打开话匣子 把肖直远的底裤都漏了 我表哥从十八岁那一年 运气开始变差 那一年 表哥的外公 也就是我唐爷爷去世了 新来的保姆 往菜里加芒果 害得我表哥严重过敏 走路的时候 也不小心磕碰 谈好的生意 对方临时换负责人 最后 就发展成走路摔跤 喝水枪道 吃饭哽道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大师 求来一块玉佩 那大师又被唐蓉收买了 唐蓉就是我表哥的后妈 因为我表哥运气越来越差 姨父对表哥也不信任 表哥这样肯定是唐蓉害的 祝大师 你一定要帮帮我表哥 郭小云声泪俱下 就差跪下了 我突然对那唐蓉产生好奇了 用了什么手段 才能让肖持远黑成这样 我走到肖持远面前 看着他 我会帮你的 肖持远被霉产生怕了 显然 是有些感动的 定定的看着我 今晚 我跟你睡 肖持远的脸色顿时黑了 眼神离透着排斥 表哥 祝大师能救你命 你就牺牲一下自己吧 郭小云劝道 十六 我发誓 我说那句话时 绝对没有别的心思 肖持远太黑了 就算是我的贴生物 都不能去散他的霉云 只能本里亲自出马 撇着他 才能让他不那么倒霉 慢慢转运 但是 这种事越解释越黑 反正我是大师 听我的 我行的正 坐的端 问心无愧 我没说话 肖持远在郭小云的一通劝说下 终于松口 好 郭小云露出一个笑 那表情特别像影视剧里 成功劝说自家姑娘接客的老保 肖持远的腿 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 这床够大 够你们睡 郭小云猥琐地笑道 朝着肖持远 逃去一个贼溜溜的眼神 转身跑了 晚上 肖持远穿着睡衣 把浑身上下裹得紧紧的 但是 裹得越紧 越能透出腹肌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腹肌瞧 肖持远脸一黑 背对着我躺着 沿着床檐 恨不得跟我隔开一条银河 十七 这一夜过去 肖持远身上的黑气消散了些许 他喝粥的时候没有呛到 上厕所的时候也没有临时停水 常人习以为常的 对他来说 全都是惊喜 他尝到了好处 不排斥我贴着他了 有时睡觉的时候 还不自觉地把我搂进怀里 第二天醒来 又悄悄地松开 缩到一边床檐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 我没揭穿他 觉得他怪可爱的 五天后 肖持远身上的煤气散了很多 腿也好转了 我推他下楼走走 突然有些尿急 于是把他放在草坪里晒太阳 我转头去洗手间 结果居然遇上熟人 江城坐在轮椅上 腿上打着石膏 鼻青脸肿的 格外憔悴 他身上缠绕着一股黑气 比上次见面浓郁多了 江城妈正陪着他 愁眉苦脸的 奇怪 大师明明说 珊珊是复兴 你甩了祝小芒那个扫把星 跟珊珊在一起后 运气应该越来越好才对啊 怎么被公司开除了 走路还摔下楼梯 摔骨折了 我听着江城妈的话 心里乐开了花 江城被开除 还摔断了腿 放着我这锦里不要 跟小黑锦里在一起 这就是报应 这还是个开始 以后会越来越倒霉 江城很不耐烦 妈 我都听你的跟珊珊在一起了 你就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 这私人医院是珊珊家的 要是没珊珊 我能住进来吗 珊珊家有钱 他会说服他爸投资我开公司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江城说着 突然转头 看见了我 脸色更黑了 祝小芒 你怎么在这里 你又跟踪我 江城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普通 又这么自信的 我无虞 我下山后 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江城 江城对我挺好 给我找住处 后面又疯狂追求我 我才答应和他交往 现在再看他 就觉得自己瞎了眼 不说人品了 就说长相 我是个严控 就江城这张脸 和萧迟远相比 差远了 你照照镜子吧 我是陪我男朋友来的 江城一脸不信 哪个傻子看得上你这个扫把星 我就是他男朋友 这时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萧迟远自己控制着轮椅 来到我的身边 他和江城同样是坐着轮椅 但是气势上 完全将江城压制住了 江城看看我 又看看萧迟远 江城强撑着道 萧迟远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小芒才不是扫把星 他给我带来了好运 我本来要被车压死的 因为小芒只是腿受了伤 倒是你 一脸倒霉相 离小芒远一些 萧迟远说完 就用威胁的眼神看着江城 江城显然怕了 控制着轮椅赶紧溜了 结果 没注意到前面有颗石头 轮椅撞在石头上 连人带着轮椅 翻了个跟头 江城妈尖叫着去扶他 太吵了 尖叫机式的 我推着萧迟远赶紧走开了 十八 你怎么来了 关心我呀 我笑着道 萧迟远的表情别扭 那么久没回来 我担心你掉进厕所 就没人帮我转运了 刚多谢了 帮我解围 你眼光太差了 怎么看上那样的男人 是啊 我以前眼光差 现在好了 看上了你呀 我故意开玩笑道 我发现萧迟远这人还挺好玩的 总是冷着脸 一副禁欲的模样 实际上傲娇别扭 还容易害羞 我这话一出 他耳朵就悄悄红了 自己控制着轮椅走了 不搭理我了 萧迟远在医院住了三个月 才出院 在我的贴身照顾下 他身上的煤气消散得很快 只有淡淡的黑气 再过两个月就差不多了 我陪着萧迟远回了萧家 不愧是开价一千万的人 萧迟远够有钱 住的大别墅 迟远 你回来了 听说你车祸住了院 担心死我了 没事吧 一个夸张又虚伪的声音响起 我转头看去 就看到一个 看起来三十出头漂亮女人 这么快不过来 女人看着萧迟远 不见担心 反而是遗憾 不好意思 我还活着 让唐一失望了 萧迟远淡淡荡 看来这女人 就是唐蓉了 我本来以为 唐蓉是黑锦里 现在看着就是个普通人 那他用了什么手段 让萧迟远远缠身 就值得商榷了 妈妈 哥哥回来了 这时 从楼上下来一个少年 我看着那少年 表情变得奇怪起来 那少年 就是个黑锦里 而且看着 莫名眼熟 至少父母一方是黑锦里 才会生出黑锦里 难道萧迟远的爸爸 是个黑锦里 不对呀 萧爸是黑锦里 那萧迟远 肯定也是黑锦里 这就有意思了 十九 我扶着萧迟远上楼 迟远 这女还是谁啊 萧家的家规 你还记得吧 不能带不三不四个女人回来 不然你爸会打你的 唐蓉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小芒是我请回来的大师 还请唐姨 别胡说八道 萧迟冷声警告 握着我的手 紧了一些 我回头看了一眼 唐蓉脸上带着算计 不怀好意 萧迟远的房间很大 一进房间 我就把整个房间都搜罗了一遍 结果 找出不少东西来 都是带着煤气的 大的猪如床垫 柜子 小道杯子 茶叶 长年累月下 萧迟远不煤气绕身 都没办法 这些都是谁给你的 我问道 这些东西都是服输准备的 我从萧迟远口中知道 这服输是萧家的管家 前几年进的萧家 萧迟远来到一间客房 客房则干净多了 萧家有黑锦里 没法完全干净 但是这一点煤气 只会让普通人稍微倒霉一些 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们住进了客房 傍晚 楼下突然传来一声 中气十足的呵斥声 萧迟远 你带了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 二十 我和萧迟远一起出了门 楼下 一个中年男人 和萧迟远长得很像 完全是萧迟远老了二十岁的模样 他的脸上怒气冲冲 手里拿着鞭子 随时准备上来抽萧迟远 唐荣则拉住了他 老公 迟远这么大了 也该交女朋友了 迟远说这女孩是大师呢 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 唐荣看似在劝 实则火上浇油 大师 什么大师 这么个小姑娘 当我瞎呀 小芒就是大师 你确实瞎 有眼不识泰山 萧迟冷冷道 父子俩针锋相对 萧父气得炸了 挣脱了唐荣 拿着鞭子就上楼来了 唐荣完全是看好戏的姿态 突然 萧迟远拐着腿 站在我的面前 嘴唇抿着 似乎对这种事习以为常 萧父举起鞭子 眼看就要朝着萧迟远抽下来 萧伯父 你这转运牌用得还不错吧 萧父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脖子上挂着的牌子 你之前说还要求两个 一个给儿子 一个给女儿 喊给了我生辰八字 那转运牌已经做好了 萧父震惊 加难以置信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这转运牌 是祝大师给的 您 是祝大师 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恭敬 二十一 萧父知道我的身份后 将我奉为座上宾 唐蓉的脸色极其精彩 显然 他没想到 我就是萧父极其推崇的祝大师 而他的如意算盘 也将打空了 萧父对我有求必应 我说要和萧池远住 萧父恨不得将萧池远打包 送上我的床 晚上 我们俩躺在床上 萧池远 你被你爸卖了 萧池远痴笑不已 在他眼里 那一刻开始 我就没有父亲了 萧氏集团也是我妈的心血 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守住萧氏 绝不能让他落入那个女人的手里 我转头看着萧池远 明明是高大俊美的男人 看着让人心疼 放心 我不会强迫你 做你不愿意的事 我认真道 萧池远的脸色一黑 你这细胳膊细腿的 拿什么强迫我 二十二 过了几天 萧家似乎要来客人 阿姨特意做多了饭 唐蓉的女儿在读大学 说要带男朋友回来 萧池远道 当看到小黑挽着江城的手进来时 我有些诧异 小黑居然是唐蓉的女儿 当然 江城更诧异 他瞪着我 脸上难以置信 祝小芒 你怎么在这里 显然 他费尽心思 才踏入萧家的大门 怎么也没想到 被他抛弃的前女友 也出现在萧家 小芒来我家 有什么问题吗 萧池远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这是我大哥 小黑立即介绍萧远 江城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你 你是萧家大少爷 上一次 萧池远直接说是我男朋友 我新男友 居然是萧家大少 对他的打击很大 萧大少 他就是个扫把星 你跟他在一起 会有霉运的 23 他 一巴掌甩在江城的脸上 我没动手 萧池远也没动手 动手的是萧父 祝大师是我的座上宾 谁给你的胆量 在我萧家大喊大叫的 祝大师是业内有名的锦理大师 替人转运 什么霉运 你眼睛瞎了吗 江城完全愣住了 祝小芒是锦理大师 他妈妈说的扫把星 居然是锦理大师 他都错过了什么 你这样的人 不配做我萧南山的女婿 给我滚出去 江城被萧父赶出了 浑浑噩噩的 每一步都走得亮腔 我看着他浑身黑光萦绕的模样 莫数着数字 刚数到五 他就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小黑要追出去 被唐龙紧紧拉住了 倒背 你就听你爸的 这不是什么好男人 看着江城四仰八叉像乌龟 善良的我走了过去 将江城扶了起来 江城 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倒霉啊 走路摔倒 吃饭枪着 上厕所没水冲 江城神色顿时变了 小芒 你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妈给你找的 珊珊是小黑锦理啊 专门吸人气韵啊 我拍了拍江城的肩膀 没关系 倒霉着倒霉着就习惯了 说完就转身走了 江城想抓住我 却抓了一个空 不用回头 我都能想象 江城震惊和后悔的神情 经历了这件事 大家都没什么心情 一顿饭匆匆散了 饭后 我闲逛的时候 也见到了那位老家回来的福叔 福叔长得一团和气 脸上笑眯眯的 只是身上难以掩饰的黑锦理气息 出卖了他 萧南山抛下病重的妻子 守着生产的唐龙 然而 却没想到 唐龙生下的龙凤胎 其实根本不是他的 有意思 我进房门 刚好看到萧池远从浴室出来 他身上只裹着浴巾 露出结实的身材 以往 萧池远都捂得很紧 没想到 身材比我想象的还好 我直勾勾地看着 大饱眼福 目光下移 落在他的腹肌上 一二三四 居然有八块 萧池远也反应过来 迅速冲进了另外一间浴室 我见到原来那间浴室 原来是喷头坏了 他可能没料到我突然进来 所以才裹着浴巾 想要换一间浴室 则 失策了吧 萧池远 二十四 不一会儿 萧池远出来了 穿着长屁长裤 裹得紧紧的 我坐在床上 翘着二郎腿 看都看过了 在这就晚了 萧池远的脸色一下黑下来 祝小芒 你能不能矜持一点 矜持是什么 能当饭吃吗 我看着他泛红的耳尖 继续逗他 萧池远 我要是帮你解决唐龙 你给我摸一下腹肌 好不好 这一下 萧池远的整张脸都烧起来了 他转头背对着我躺下 不理我了 第二天 我就找了萧南山 让他拿着自己 小黑 小黑弟弟和服输的头发 去做一下亲子鉴定 萧南山似乎明白了什么 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 二十五 几天后 我还在睡梦中 突然听到楼下一声巨响 我下楼 就看到萧南山怒气冲冲 像一头凶猛的狮子 而唐龙 脸上全是巴掌印 他就顾不得那些了 哀求道 老公 我错了 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被戴了绿帽 还替别人养孩子 一般男人都不能忍 更别说萧南山这种傲慢专制的男人 萧南山把唐龙母子三人 全都赶走了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没过多久 就传出萧南山和唐龙离婚的消息 也和一对儿女也断绝了父子关系 萧氏集团完全交到了萧迟远的手中 我看着视频里 萧迟远出席萧氏会议时意气风发的模样 露出了一个笑 二十六 几天后 我拖着行李箱出萧家别墅的时候 刚好遇到早上才回来的萧迟远 萧迟远一身西装 浑身透着精英气质 脸上却透着疲惫 萧迟远看着我 又看着我的行李 显然愣住了 助小忙 你这是要去哪里 你身上的霉远已经去除干净了 我完成任务了 自然就走了呀 萧迟远的表情似乎有些失落 我拖着行李箱 绕过了他 往外走去 突然想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他 对了 还有件事 萧迟远的眼睛亮了亮 带着期待 剩下的酬金记得打我卡上 转身那刹那 我似乎看到萧远远的眼神黯淡了一些 我走了 二十七 从萧远远家离开后 我天南地北地玩 两个月后 我才回到家 我走到门口 掏出钥匙 刚想开门的时候 两道黑光萦绕的身影突然冲了出来 是江城和江城妈 两人都很落魄 身上破破烂烂的 脸上鼻青脸肿 其实这段时间 郭小云不停地向我汇报这两人的情况 江城又出了一场车祸 撞断了手 不知怎么迷上了网络赌博 把家里的房子 车子 存款全输光了 母子俩流落街头 靠着江城妈捡垃圾为生 小芒是阿姨有眼不识泰山 放着锦里大师不要 居然给江城找了个扫把星 阿姨错了 你就原谅阿姨吧 江城也连忙道 小芒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爱的一直是你 我们复合吧 我无语 你们看我 很像大渊种吗 我刚想打电话叫保安 就有两个保安窜出来 把江城和江城妈抓走了 我继续开门 身后有脚步声响起 突然 一双手从背后抱住了我 我没有挣脱 因为气息很熟悉 萧池远 保安你叫的 跟我回去 腹肌给你摸 好不好